大家好,我是富壇哥專科醫師唐遠霞醫師 陰道整形呢,不是只有單純的把陰道弄緊就好了 那其實是還是要把陰道裡面的支撐的一些肌肉 像我們支撐尿道、肛門或者是膀胱的地方的筋膜還有韌帶、盆體肌 全部都把它恢復到原來正常的解剖的位置 這樣才是真正的陰道整形手術 那其實也稱為我們強要重建手術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陰道鬆弛的程度會加重 那不但性欲會下降,也會連帶會有一些尿石劑 膀胱的鬆弛,還有子宮脫垂,直腸脫垂都會出現 那我們透過手術呢,來把陰道恢復到如處女般的狀況下 然後也提高性生活的品質跟滿意度 自然生產是不可逆的盆體肌的受傷 胎頭的擠壓會破壞到陰道周邊的一些肌肉層還有韌帶、筋膜 那最主要還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婦女 她會隨著年紀變大,荷爾蒙會下降 然後周邊的肌肉的一些耐力也會慢慢變薄 那還有一種是先天性的 她的骨盆腔本身就是比較弱,比較薄 所以本身就會導致鬆弛的機會會比一般人會更多 傳統的陰道手術其實只是把陰道的皮跟陰道的黏膜層把它縫合起來 所以其實只是把表皮的皮膚弄擠 其實它沒有一個足夠的支撐力 韓式線性手術呢,其實是在韓國背景材流行起來的 手術其實是很簡單,我們用合法的線材 用360度的角度把整個陰道讓束口袋一樣上束起來 她因為不需要做一些任何的切除 所以不會讓陰道的一些神經啊,組織一些受傷 那恢復期也比較快 那也保留了陰道的皺褶度 那提升陰道內的彈性和張力